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大家都知道WISH的客户群体来自于Fastbook WISH又是根据用户的喜好来推送相关产品到用户账户的平台 可想而知WISH的后台的推荐产品内容也一定是借用Fastbook的用户数据 倘若WISH记录了用户的喜好标签 而后需要到Fastbook系统上去做Cross Reference 这时向Fastbook请求的是三个用户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第三方销售平台的客户 Preference 数据都储存在他们的自有服务器中 即WISH进行用户产品推荐时 使用的是平台自身的用户浏览 购物车及结算数据来进行推送 以此给用户加上不同的标签 并按照时效来调整标签的权重 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Fastbook给WISH导入流量 一 首先建立Fastbook的主页 建立主页其实并没有预想中的简单 在建立之前 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一些内容 当你建主页的时候 首先要明确主页的目的是什么 宣传店铺还是宣传产品 是想与粉丝互动还是想吸引新的粉丝 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先想清楚 再去创建主页 二 接着就是内容 在建立Fastbook粉丝页的时候 我们要先明确自己有没有内容 你的内容能不能吸引粉丝 我们必须要知道内容才是网道 另外 内容也有多种表现方式 如组合图片 视频等 三 使用既有的客户数据导入Fastbook 体配Fastbook客户进行再营销 这个适用于一号品 刚需产品 低价产品 不过前提是 卖家有一点的客户数据积累 倘若卖家完全没有客户数据的积累 那么就应该使用Fastbook广告系统中的 interest targeting 即兴趣定位 interest targeting 可以定位的方向很多 比如用户画像 社会角色 喜好 性别 年龄 国家 竞品品牌 行业媒体 论坛 杂志 电视节目 等 以此来精准找到兴趣匹配的人进行推广